在副县长的授席下 日月村牧林救援队将正式成立 首届队长是由议员石庆龙担任 由于日月潭是本县最重要的观光据点 每日来访或住宿的游客是非常的多 所以救援队的成立将有助于日月潭救灾能力的提升 牧林队还没成立之前 上个月日月村就发生了大火灾 所以整个来讲我们村民的感受跟气温 都觉得心里非常不能踏实 就是现在过去以来到现在的状况就是 如果我们这边有火灾的话 都要靠对岸的水色村的消防分队派消防车过来 目前在日月潭只有一个消防分队位于水色村 如果日月村发生火灾 消防队前往就必须花上很多时间 所以救援队的成立也是给游客 以及民众们居住安全上的保障 那前不久又刚刚发生火灾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争取说 成立一个牧林队 那对整个地方 不管是游客住家的生命财产是有一些保障 这些牧林队的成员将会是在第一时间救灾的工作者 议员石庆龙也正规划 所有的队员都要再经过更严格的训练 在具有专业能力后 才能保护自己又能拯救他人的性命 以后的操作就是由我们日月村消防 牧林救援队跟一消 来做我们村内火灾的第一时间的这个想救工作 日月潭分队他们的消防车来的时候 或许我们已经把这个火事已经压制 甚至已扑灭掉 避免这个灾情扩大 上个月发生了火灾 暴露出这个地方救灾能力的不足 虽然目前牧林救援队已成立 不过日月潭饭店林立 一元石庆龙还是期盼 日月村也能够势力消防分队 以确保日月潭国家公园的安全形象 米熊华一华一次采访报导